這個物價通過營漲 帶來民生經濟的影響 所以人民生活得非常欣賞 所以政府在調整電價的調整 在這次調整工業大物的用電 無度不少 這些工業用電的大物調整 也會轉向到民生第一線的市民提供 這樣一個轉向的方式其實民眾 還是因為護教很高的壓力會很大 那政府面對這一波的這個電價的調整 其實要做滿整個完善的背景 長眼來也要做滿便利的變化 能夠反炸也能夠在整個規劃底下 讓民生有一個衝擊的降到最下 所以政府一定要做滿便利的規劃 以及我們國際的歧視帶來積極的變化 都要做滿整備 你們可以做滿四個驚喜好嗎 你們可以做滿視就是 郭川敬畔 他們要做滿五個驚喜好嗎 他們可以做滿足的 還要做滿四個驚喜好嗎 經濟的內容 您呢